一体三身自信佛 令如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信 自己也能够领悟自己的不生不昧佛性 总随我道 这个要会常的跟六子一起念 一致色身归一清静法身佛 在我们的色身 色身的里面有一个清静的法身佛 不用把色身破坏掉 不用 色身的呈现就是因为有法身佛在 有法身佛在色身才会呈现 那么一致色身归一圆满报身佛 在我们的色身就归一圆满报身佛 这个果报身 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呈现的也是果报身 我们造了业以后呈现的果报 所以致色身归一 我们是还没有圆满 可是我们可以归一 我们这个报身佛 以致色身归一千百亿化身佛 在我们这个色身归一千百亿 因为我们的行为一表现次来 非常的多 在日常这个行为之中 假如说这个在马路 有那个小孩子要过 车子很多 你把他牵过马路 这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发身 所以我们什么的行为 都是我们的发身 这样了解吗 行为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发身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的色身 就可以看到发身佛